梅根被上流社会排挤 措施格莱梅大奖 失去王室光环后寸步难行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自视甚高 认为自己是王室顶流 甚至不把伊丽莎白女王放在眼里 但是自从离开王室后 外面的世界并不好混 没有人愿意惯着两个巨婴 最近梅根和哈里遭遇了闭门庚 被格莱梅拒之门外 心里的失落感真是难以言输 以前待在英国王室的时候 梅根简直就是香波波 如今却被上流社会拒之门外 根据外媒报道 格莱梅将在9月份举行 但是梅根夫妇的作品却没有提名 也就是说没有一点获奖的可能 这件事对梅根造成巨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也爆发了财务危机 王妃记录片哈利和梅根 主要内容还是爆料和抹黑王室 难怪会被拒之门外 皇室评论员马克国德曼爆料 此事对梅根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毕竟吃闭门庚的感觉并不好 格莱梅讲是为了表彰电视作品 梅根却遭到了冷漠 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之前的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信心满满 认为自己的作品至少会被提名 现在却被现实啪啪打脸 最大的原因还是类别问题 纪录片的奖项相对较少 难以提名其实也很正常 皇室评论员英格利德·苏厄德认为 格莱梅希望获奖作品具有正能量 梅根的爆料自然难登大雅之堂 王妃公司也毫不客气 直接终止了双方的合作 并且还传出很多负面消息 给梅根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种种迹象都表明 梅根离开英国王室之后 直接被上流社会排挤 当格莱梅公布候选名单的时候 梅根和哈利直接被激怒 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这不光是运气问题 而且还有赤裸裸的歧视 梅根失去王室光环后 在社会上果然寸步难行 事实上 网飞纪录片哈利与梅根毫无营养 都是一些机灵狗碎的爆料 毫无艺术价值可言 如果他们不是顶着王室光环捞金 相信没有人会关注这部纪录片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伊丽莎白女王仅仅过世三个月 哈利和梅根就极不可耐爆料 并且还发布了粗质烂造的纪录片 表面上是为了做慈善 实则是增加曝光度和流量 为以后的捞金之旅铺平暴露 事实上 格莱梅的做法很正确 至少没有过度消费王室 也没有让梅根夫妇登鼻子上脸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一离开王室 就马不停蹄开启了爆料生涯 仿佛王室里都是他的仇人 之所以梅根这么讨厌王室成员 是因为哈利介绍自己的时候 大家都投了反对票 他们觉得梅根只是个美国女演员 二婚还有非裔血统 跟高大上的王室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群太热闹不闲事大的网友 反倒对梅根的纪录片很感兴趣 希望发出更多公平密文 虽然这部纪录片上映后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度和曝光度 但还是不足以登上格莱梅的舞台 甚至连提名的资格都没有 显然梅根在刻意制造矛盾 甚至还在丑化王室 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令人不齿 根本原因还是人走茶凉 既然已经不是王室成员 好莱坞和格莱美也不必捧着梅根 反倒可以落一个好名声 不想置身于舆论的漩涡之中